今天早上过来喂猪,提一栋水给他们 现在我跟这个小猪仔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现在他们会跟着我 冷了,冷了,冷了 冷了冷了冷了 饿了 马上给你们吃的啊 给玉米给你们吃 然后,这边还有三头大猪 好多人说这不是大猪 这么小,怎么是大猪呢 这是藏山猪 然后他们也长不了多大 我像那个大白猪啊 你长三四百斤 这个猪要长一年 这三个猪已经长了一年多了 然后拉一头的就稍微短一点 这一头 然后之前我是打算宰两头母猪 然后做拉肉 好多网友说这个母猪 母猪肉不好吃 然后就算了 感觉我就宰这一头 这一头还没有生 搞不好也腌了 反正这一头它没事 这一头啊 这一头 最小的这一头 营养了一年多 从来都没有怀过 然后打算过几天把它宰杀了 看一下是做猪肉酱 还是做拉肉 这一头啊 这一头最小的 这两头都生的小猪宰 那一头从来都没有怀过 咱们挑个写件 就把那头宰 一年多养的一年多 都是吃玉米 还有一些草 在这边再说一下 重要的是说三件 有些人说这个是小猪 怎么小猪你也杀了 这是大猪啊 这藏香猪长得这么大 就是大猪 干嘛 现在我跟这几头都的感情 越来越深 以前它们都不敢靠近 现在它们都会靠近我 然后闻一闻 我也不知道它在闻什么 等有空就宰一头 啊 有意味了 有一點少肚子 这一头啊,现在好大了 还有腊一头 再养个一年左右 都给你宰杀 然后全宰杀了,做腊肉,做猪肉酱 这个猪都腌了,现在都腌了 好像这一头是巨大的 我腊一头也大 13头小猪崽 12头,死了一头 慢慢吃啊 一年后就把你们宰杀了 明年吧 明年我要养过其他的猪 养那种大黑猪 它可以长到300斤,400斤 这个猪以后卖掉了 就不养这种猪 这个猪 长大了也就是 要长一年才有100斤 要长一年 然后,要长两年才有150、60斤 150、60斤将近要长两年的时间 这个猪长得太慢了 经济效益比较低 虽然它肉质比较好 但是太慢了 明年换猪的品种 养个三四分 快吃 现在回去了 嗯,锅两天就来杀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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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